籌碼动族先机动能掌握金线 我是谢钟玲 跟着大户走财富 一定有 这一刻机会就在眼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筹码动族先机动能掌握金线 大家好我是谢钟玲 欢迎收看今天筹码动能大户的盘后期盼视频 好我们接着看盘大盘今天中场上涨246点 OTC上涨1.06点 同学今天应该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那反弹 同学其实不管是大盘是OTC 基本上月线都没有弹回去 所以其实就是 它就是一个整理格局 这高档涨多的一个整理格局 它应该还是继续混来混去 混来混去其实不太是重点 重点其实是什么 看你买到股票而已 我认为重点是在这边 因为这个盘 它不太会崩盘 它没有什么崩盘的风险 像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 你月线跌破基本上要往季限测 那往季限测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有机会停在这里 就是可能1650这边 那其实还没摸到今天就可能就跑上去 那跑上去的话其实 我认为怎么样 就是它整理的形态 虽然说月线没上去 但是其实它就整理而已 就整理而已 那整理的话 各无表现 应该没错 对不对 就各无表现嘛 所以你重点还是要放在什么 放在各股这边 各股基本上是比较重要的 那今天 应该是明天 明天基本上会公布CPL的部分 其实你说今天大盘反弹 或是说影响整个目前排面上会整理 基本上还是联准会的态度 我相信上礼拜比较大幅震道 我现在有跟大家提到 就主要是这个嘛 最新的会议纪要对不对 同学这个7月6号公布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 它公布三个礼拜前的对不对 三个礼拜前 它升完席 就六月份它升完席 它讲话其实讲得比这个公布的会议纪要 还阴欸 那时候没反应 你看这三个礼拜的时候反应 这个不是很奇怪 所以就是什么 就是 涨太多了嘛 涨太多稍微震荡一下 那涨太多稍微震荡一下 明天怎么样 明天要公布那个CPL的部分 那公布CPL的部分 同学你记不记得上个月 上个月基本上是4 现在目前预估啦 预估基本上是3.1 那核心当然也有下降 但是下降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不过如果说你看方向的话 你会发觉这个方向啊 方向是往下的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说其实通膨 通膨 虽然说你用目前的物价是高的 但是通膨这种东西 它是跟去年的同期比 也就是 你去年的同期比的话 它已经 它已经不像之前什么什么 8% 9%这么多 它开始慢慢在下滑了 慢慢下滑的话 这个下滑它是个趋势 同学 它是个趋势 那既然是个趋势的话 你说联总会这个地方 它就去银派嘛 昨天美股涨的理由就是这个啦 银歌声交错啦 银派的有出来讲话 银派的也有出来讲话 所以就是 没有之前那么银而啦 你懂事吗 那它讲话会银 我现在在之前我也跟大家分析过 它一定要这么讲 它一定要这么讲 因为它不能让你有什么 不能让你有降息的预期 因为股票涨 可支配所得增加 可支配所得增加 你增加消费 通膨就不会下来嘛 所以它一定要讲的很硬 不能让你有升息的预期 但是如果说你看到目前为止的话 还是一样啊 都没有变啊 7月份铁定升息一码 升到5.25%到5%这边嘛 但是年底的时候 包括说它今年下半年还有什么 升息两次到三次嘛 不过你看到12月的部分 还是一样5.25%到5%啊 所以呢 所以市场上普遍预期怎么样 港东港款通宝其实都一样 就是顶多7月升一次喔 升完之后整个升息预期 整个升息循环就整个结束了 好不好 那既然结束的话 结束的话就是明年可能要降息了嘛 那明年可能要降息的话 基本上对于资金的部分来说 就是预期可能会宽松啊 那当然短时间短线上喔 上礼拜是公布那个小飞龙 有让那个殖利率的部分喔 行星期观察只有跳到这个地方 但是呢 但是这两天又下去了 所以呢 所以就是你就整个联准会的态度的话 就是怎么样 它一下子阴一下子割 那阴的话当然就是大幅震荡 那割的话呢 割的话就大幅反弹了 所以就是混来混去啦 混来混去啦 混来混去你也不用管说 今天大涨明年是不是会大涨 同学股票市场喔 其实指数喔 它不能代表行情 不是说什么今天指数 指数怎么样 指数大涨就是行情来 月线没上去 或是前两天跌都没行情 不是这样子啦 完全是取债于什么 就是你到底买到 是不是买到一个对的个股 就是简单说啦 你能不能赚钱啦 股票你能不能赚钱 这个是比较实在的啦 那当然今天重点还是什么 今天排名上的重点 整个都在AI嘛 对吧 AI嘛 我相信很多AI 同学都买不下去了 哇 找那么多 不敢买啊买不下去 那人性啊 我也不能说你错啦 不过呢 不过我相信我也是 尽力在怎么样 尽力在帮大家找一些 真的可以赚钱的AI股 应该没错吧 对 反正就是最终 上礼拜的那个什么滑星光啊 然后那个得胜整个出完之后 对不对 其实后面又转到什么 资源嘛 刚才不是资源嘛 这我都跟大家报告过嘛 就资源的部分嘛 它是什么 它是三星COAS 那早上资源合作 那搞不好消消台电去 对 当然那时候我们有做个 短线上那个 普会这边有做一个短线 那上礼拜 上礼拜四五也是大幅震盪 大幅震盪 这是昨天的部分 昨天我是不是讲 他是不是回稳了 因为没错他回稳了嘛 那他回稳的话你看 筹码有没有改变 筹码如果变的话 你可能要落跑 但筹码状况有没有改变 那投信呢 基本上没什么出货 大幅储物比例往上升 外资呢 外资基本上 外资看起来多的 红色比较多嘛 对不对 那我这比较多的话 主力买卖超基本上也都是真的 买博交叉差 负的一大堆 你看没错吧 负的一大堆 负的一大堆 那今天的状况呢 今天大盘 大盘稍微谈一下嘛 大盘翻摊 他创新高了耶 他今天最高是269.5 他创新高了耶 怎么会这样 大盘月下还没谈上去 所以呢 所以同学 我是不是跟大家说 这个地方你要留 旁边震荡的时候 你要稍微留一下逆势股 因为每次那种震荡完 就是只要大盘没有崩盘的风险 那次就会在 那那次会在的话 你说震荡震荡 他也知道会震荡 震荡就震荡一下嘛 震荡一下 这种逆势股 通常后面状况都是怎么样 大盘情情谈个股就一片天嘛 我昨天还有讲嘛 大盘情情谈个股一片天嘛 那你看是不是变这样 大盘一反弹 反弹你说那谈破前波高点了嘛 也没有嘛 月线都谈不回去 顶多整理混一下而已嘛 顶多混而已啦 所以你不要说老师明天会不会涨 明天会不会涨 那不是重点 我怎么知道明天会不会涨啊 明天搞不好是修正 修正 修正无所谓啊 基本上就股票都创新高了嘛 那创新高 穿高就很简单啊 出一半嘛 那个官特这边还有嘛 出一半嘛 创新高也出一半嘛 大盘大涨 大涨的行情 基本上怎么样 就是维持一个获利的手感嘛 干不是这样呢 那其他还有什么 对 一样呢 满卖叫他付的 我现在这个也跟大家接盘什么 国统 国统今天也是洗翻天 好不好 洗翻天我全部出掉了 因为早上实在是奇怪 弱得蛮离谱的 后面又拉起来 那无所谓 反正就是怎么样 这个时间跟大家说嘛 31到31.5嘛 3432这边先出一下嘛 那今天早上 早上觉得 因为钱都在AI这边 所以呢 所以今天我相信大家可以发现 你不是AI的很多怎么样 很多涨多的非AI的 那个钱都拉出来 拉出来干嘛 拉出来 比如说像什么冷气 前几天什么声宝 睿智啊 完了再涨停的 今天怎么样 今天搞到跌停 也就是非AI的 基本上涨多的 钱都什么 钱再推出啊 那钱再推出的话 那你早上 早上他有跌破昨天的低点 我请那个学员 就宣传把它出掉 反正出掉 成本够低嘛 那没错吧 成本够低啊 在青菜谈 真的所以就是 像国统的部分 今天先把它出掉 这个后面再看 那尾盘又拉起来 蛮厉害的 好像还没挂 这个后面再看 筹码没什么问题 找个点买回来 有问题的话 同学 股票不是要死奥活奥 应该没错吧 我们是来赚钱的 赚钱 如果说整理型态漂亮就买回来 整理型态不漂亮呢 整理型态不漂亮 我们还有下一支嘛 所以像国统的部分 剩下部位获利除掉 那在那帽连 同学 帽连什么题材 电动车嘛 对不对 其实目前排面上主軸 基本上就三个啦 AI 灰达代写的AI 然后特斯拉的什么 特斯拉的电动车嘛 电动装这些嘛 然后还有苹果的部分嘛 如果说车店的部分 但帽连 帽连基本上 他不止的车用嘛 他有什么 他有AI嘛 前天也是在回 前天要回的话 今天这样 有回稳的 就是月线没有破 然后你看大多次无比 大多次无比一直往上升 按大盘震盪 震盪押回来一下 押回来一下 好的股票如果筹码没坏的话 押回来 不是要留意嘛 这个基本上怎么样 基本上也是 你会发觉 这种押回来 如果说后面又跑上去的话 代表说月线怎么样 月线就是押回来的买点嘛 但车店其实不是有这一支 像这个滑幅也是一样 滑幅当然今天山影线很长 我觉得山影线很长是重点嘛 山影线很长还是不是重点喔 我等一下告诉你 我什么不是重点 你看这个 之前被关紧闭 关紧闭 结果呢 结果头信又跑来了 这个我相信如果说 就一般来说都会说 哎呦涨好多 头信应该是傻了吗 这头信是傻了吗 头信不会是傻子嘛 你看华欣观都知道了嘛 120的时候头信还跳进来 头信会不会赚钱 头信赚了20块 今天140起了 他120跳进来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涨多 头信是不是进来买单 不是 他进来赚钱的 其所有人的股票上都赚钱了 所以像这种帽连 这种就是比较正统的特斯拉的部分 甚至什么 甚至他还有什么 他有那个A的部分 然后那华福基本上怎么样 特斯拉的嘛 车体轻量化嘛 你除了电池续航力要加以外 那个车体轻量化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他成长性基本上也够 所以像这种股票 我认为就是 不是一样可以持续做留意的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种 在月线这边一般来说 月线 你会发觉这种股票月线 月线都是什么 应该多头的集结点 这个也是一样 到月线这边停足了 所以像这种车店的部分 我认为还是一样 就是有震荡化你还是要留意 那苹果的部分呢 苹果不用现在我们讲好几天了 先留意什么 光学股 对 大力光 郁金光 仙境光 这个之前都没什么长到的 都啪啪啪啪 然后大力光怎么样 大力光基本上已经 反而开始出报告了嘛 反而开始出报告了 哇这2800的 对 然后呢也有2900的 反而就开始出报告了 那出报告的话 出报告的话 那大力光如果说 这个地方可以稳住 甚至说开始点火的话 点火的话 那可以先看谁 郁金光跟仙境光去选嘛 对不对 郁金光400多块嘛 那仙境光呢 仙境光有投机的记忆嘛 而且呢 而且仙境光的大股东是 大力光嘛 大力光有三成股权嘛 车业那部分 车业那部分 大力光放在哪里 放在仙境光这边不是嘛 大力光主要做 主要做那个 手机镜头嘛 你车业镜头 基本上它主要放在 仙境光这边的那个新厂 它那个台中的新厂 台中的新厂 现在落成了啦 落成的 现在是什么 供应商认证嘛 认证过了 产能开始开出来 基本上成长速度 基本上会很快的啦 所以呢 这样就是昨天 昨天冲个新高 当然K线很丑 同学我有看到 这个K线很丑 跟你说这股票完蛋了嘛 你看它的惯性 这股票很洗 没错啦 它上礼拜四也是 一模一样的状况啦 就是当中克整个尾盘 咚 全部冲出来 对不对 当中克嘛 拉上去赶快追 看会不会所长停 结果呢 要尾盘了 一咬就咬到最低点 隔天那隔天就拉起来 昨天也是一样 拉上去 赶快追 看会不会所长停 探一下掌停 一个扁当也好 结果呢 结果哇 没掌停 尾盘开始怎么样 麦压开始出来 结果呢 哇收快最低 收快最低挂点了嘛 他今天又跑上去了 而且呢 而且他今天K棒比这个更强 为什么 他今天没有上线 开上去 稍微洗一下 整个往上带 他今天收129 昨天的高点是130 没错 问你是你有没有发觉 他全部是124.5 124.5的话就是怎么样 就是这个高点怎么样 他高点洗过去 而且呢 手板就是创新高 所以这个强度基本上 强度基本上是在的 而且呢 而且如果说 你看这个大多数比例 我们看1000张以上 这1000张以上是怎么样 是往上跳的 所以这个是有怎么样 应该是有大户在琢磨的 而且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个地方是黄金交叉嘛 所以就是一个多方格局 所以如果说你从这些股票来看的话 你会发觉 我相信在昨天我跟大家提到 昨天的盘不好 对 但是呢 但是你会发觉 这个盘喔 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的一样 大盘轻轻谈 他马上个股就一片天 好不好 非 金 非电子股的巨洋 我还是可以看啊 还是 还是这样可以看一下 但今天有稍微震一下 稍微震一下的话 因为他价格比较高 我今天有先请那个 普惠的部分先把它除掉 上礼拜在跌的时候297的嘛 对 今天305请你先除掉嘛 一样我也是一个互利手感嘛 扣掉手续费的话 就贪五六千 反正开始出报告 然后你跟那个如虹来比的话 比如虹好 但是呢股价差了一百八九十块 怎么差那么多 差那么多 今天钱都在哪里 今天钱基本上都在AI 所以像这种比较偏传产的 传产的强势股今天有些就是震荡比较厉害 但是呢但是有时候你看一下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尾盘怎么样 尾盘他会收上去 尾盘又扣掉了 那尾盘拉上去的话 他这个故事啊 就是你比如虹好 就是你目前状况是比如虹稍微好一点 但是你的股价差很多 这个基本上我认为还是一样 整个形态没坏的话 还是有机会去做表现 为什么 重复这个故事嘛 双虹跟骑虹嘛 同学 骑虹今天的股价正是超过双虹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啊 我现在前天的节目跟大家分析到 其实是要很正常 因为秦城 秦城很标啊 秦城的合作场上是骑虹 尾创今天大摩出了一个47块的 目标价是一本上腰斩 昨天下雨大家一跳 腰斩结果呢 结果今天尾创掌停板创新高 130 尾创的合作场上是谁 骑虹啊 所以他有跟尾创合作 跟秦城合作 这两次那么强 骑虹照理说应该比他高嘛 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子嘛 那比他高 前几天我在讲的时候 我相信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 因为双虹282 270 今天怎么样 今天双虹这两个数字换过来了 一个变277 一个变282 所以其实我认为股票市场 都有它的逻辑在啦 只是什么时候发生而已啦 好不好 所以大盘这个地方 我们做个简单结论啊 其实我在跟大家讲一个操作方法 这个操作方法 当然不是看大盘 如果看大盘的话 咱说谁知道耶 同学 如果看大盘的话 你今年1月底到5月 你都不用做了 你知道吗 因为大盘没有动 每天在那边鬼混 如果说你看大盘 你做不了事情嘛 但是 如果说你把大盘先拿开 你把这些全职股 比如说什么台积电子线 你把它先拿开 你会发觉 这个个股表现的结构 其实它是很强的 那很强的话 它透露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这个内资在厂商 不然我问你 偽创到底是谁搁上去的 啊 谁搁上去的 外资基本上看坏嘛 看跌那么多 看那47块而已 看跌那么多 投信最近没什么在买 到底是谁把它弄上去的 你不是投信 不是外资 那就是内资而已嘛 所以内资够不够力 其实内资喔 同学 内资超够力的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08年的时候 08年 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时候跌人产在4000多点的时候 那时候美股还在继续跌喔 美股继续跌 外资每天拼命卖 但是台股呢 一直停在4000点 我相信后面的那个 什么周刊啊 什么商业周刊 什么都有写 那时候谁 那时候是 可以号称调动百亿的 大主力下去什么 下去护盘的 所以呢所以 如果说以台湾内资来看的话 台湾内资基本上 不会输给外资啊 好不好 是不会输给外资的 而且呢 如果就是现在美中对抗嘛 很多的那个台商 基本上钱都回来了 钱都回来了 那回来干嘛 回来 回来拼经济啊 拼经济啊 往那边拼 股票市场最快啦 所以呢所以你可以发觉 最近内资的股票 就是说 这个盘面上喔 其实都一直有什么 内资的声音 不然那些标股怎么出来的 那些标股怎么出来的 你会乱标 每天乱标 对 头信没买 外资 外资短线客 怎么一直涨 内资嘛 所以目前的盘面上 我只能跟大家说 以我现在看到的 内资基本上它还是在的 那既然还是在的话 股票基本上就有机会做表现 那要怎么样把这些会涨的股票找出来 就是一个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方法 就有货链那些就有下一支 好不好 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传达观念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的话 手码教学视频带着嘛 好不好 手码教学视频带着啦 欢迎你的加入啦 如果说股票 或者说想要直接参与的话 我一样也赞快烧手欢迎你啦 好不好 我们今天为各位分析到这边 如果说喜欢分享的话 可以点个订阅按下小铃铛 我们节目给你喜欢 第一时间推播通知你 重码动主先机动能掌 我谢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宣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智地015号